自然曾与你书冠微风尖头的暴雨 变革后上乘平衡忠诚 Nice to meet you 不息的身体 不湿饮水 清早眉间白云声 跳跃漫游 晚来覆面不海风 这突兀线路真的是绝了 衣衫傍水的 我现在就站在万一水库的东坝上 然后面前这个就是水库 远处左上角的黄金分割点 应该能看到一个白色的部位 我放大一点 那个应该就是西坝 从那个西坝到这边的东坝中间就是万一水库 东坝这边的风景真的是绝了 这边是万一水库 这边这个方向是万一水库 这是上个世纪70年代香港修的解决人口膨胀造成的淡水饮用短缺的一个世界级的储水水库工程 万一水库 我现在站的这个位置就是它的水库工程 今天呢下了一点雨 所以呢天色是这种阴雨蒙蒙的状态 这是我来香港的天气最舒服的一次 以前来都特别热特别闷热一直出汗 今天呢还比较凉快 还有一点风 这边是浪秦湾 今天呢从这里就稍微走个几公里吧 因为时间关系 没有办法走全程 这个地方呢是 这个叫麦里浩敬的二段的起点 二段大概也是十四五公里的样子 它的终点应该是在在北滩泳 那个地方呢可以坐车回到市区 麦里浩敬的这个头部线路啊非常的成熟 不仅体现在这个路线的成熟 包括它的配套设施也很齐全 路都给你铺的非常好 像一个景区一样 但是呢国内这种水平呢肯定是要收你门票的 这边呢就是一个户外的徒步线路 而且它每隔几百米就会有一些指示牌 告诉你前面还有多远 后面还有多远 包括这里它会有一个标记点 麦里浩敬第一段 M20 打个卡 然后还会在不同的地点 立上这个科普的牌子告诉你 这里是地质上怎么形成的 那里怎么形成的 它的这个科普很好 你在北京的徒步线路里 你就只能找这种驴头 给你口述 告诉你这地方是什么惊喜不得 哇 蝴蝶 哇 耶 thank you nice to meet you 你好呀 我看能不能对上交 哪呢 这里这里这里 哇 我今天运气该有多好 hello 这是一个什么动物呀 那我还是看一下远处的小分船吧 哎呀 把我话打乱了 说哪了呀 船上有个行男 就是北京如果是这样的 头部线路的话 它没有这么多基础设施 都是野路 然后也会有一些惊喜古道啊 故事很多 但是像这种非常成熟的修缮的这个路啊 还有这个典故和科普知识的给你做成路牌一样的东西呢 这个是不太可能的 我可以看到这个就是浪 茄 湾 上面有 沙滩上有不少游人 据说这个浪茄湾好像这个是有人可以在这里露营的 我确实是孤陋寡闻啊 以前来香港走是去市里 真的不知道香港的山里边这么多散养的牛 有人把这叫野牛啊 这显然不是野牛啊 野牛耳朵上有这玩意儿吗 但它这边就是有很多 不知道这是什么牛 黄牛吗 它就是在路上面散放着 车过的时候会挡在车上 我印象中 牛挡车路可能也就在青岗高原会遇到这种情形吧 香港这边 已经做到了人和牛这么和谐的关系 刚才山景上看的那个游艇 现在已经快到它跟前了 这个线路真的太转了 就是明明是在徒步走山路 结果顺便还能打卡一下沙滩和海景 上一次走到这么让我兴奋的徒步线路 还是在云南的虎跳峡 本想到在香港徒步的线路中还有一个沙滩的 打卡点 绝了 哎呀这里真棒 哇这里真棒 这两边有点峡湾的感觉 两边是山丘 中间一片平地 面前是大海 依山傍水 真的是依山傍水的感觉 风水太棒了 那这个也是不输虎跳峡的一条经典的徒步线路啊 卖力耗尽 这一批驴友是从第一段开始走的 已经走了十几公里了 咱们等于 超了个千道 慢点 这会是从 浪前湾往西湾的方向走 海拔在明显的爬升 能见度下降了 感觉人已经走到云雾里了 空气雾蒙蒙的 看不了多远 在云里 对云里雾里 越走越蒙了 离西湾还有3.5公里 到西湾可能才走了一多半 一半左右吧 拍了半天白拍了 比较泥泞 能见度也一般 刚下过雨 路上比较湿 好在不是特别滑 石头呢也不怎么掉渣 这要是门头沟防山的石头 那踩一脚全是碎块 这边就还好 但是你可以看到 这个路中间都是水槽 说明如果下暴雨的时候 这个地方是直接山洪 会这么冲下来的 所以天气不好的时候 来这里爬还是相当危险的 你看这个水冲的 大坑 我已经走了5公里了 这是M24 趁我现在还有点体力 可以再拍拍视频 一会我纯赶路我就不拍了 平时走路就是这样 户外走到最后 我就一点相机都给你拉出来 你看这个能见度 远处的水 这一路遇到了 一些说粤语的 爬山的人 但更多成群结队的 都是讲普通话 上海的 四川的也有 深圳的 感觉以后来这里爬的可能 内地的人会越来越多 这个徒步线路真的不错 走到了西湾山的观景台 要是没有雾 这个地方一定视野很好 他可能看到的是这样的场景 但是现在好嘛 整个人都像在雾里 就勉强和这幅画打张卡吧 西湾山的观景台 实际上 我肉眼是什么都看不到的 从西湾山这个点往下走呢 若隐若现的能看到一条小路 对面可能又是一个上山路了 在这里让膝盖休息一下 云里雾里 多好听 鸟鸣 这个 麦里浩镜 它的 路虽然是湿的 但是并不滑 石头虽然是光的 但是它很防滑 所以呢 就是看起来比较湿 走起来呢 还比较稳当 比我想象的要好走一些 你看这个能见度 在山顶上的能见度非常低 我的个天 瞅瞅 像镜子一样 妙啊 走在麦里浩镜的小路上 总有一种像走在港片武侠剧的那个山林里 华山上一样 很像它的取景地 我走的这个地方就走不动了 这个地方太漂亮了 西湾 这会儿正好雾能散掉一点 你都从一个角度看到了 这边的海湾 穿着鸡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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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话的嘛 下雨了 又领了个洛汤鸡 从刚才西湾到后边的这六七公里 基本上我都是沿着公路在走 因为那个小路上面积水太多 而且人特别少 而且还要再游一段爬山 好几段爬山 我怕天黑下不来 而且地位不守住的天人 路上也没有什么结伴的 所以我最后就做了一个决定 就不走那个小路了 在那个叫路湖郊野 什么小径的那个地方 我折返了 我走了一公里 我觉得不行 路上全是积水 然后我折返了 然后就沿着公路在走 所以其实后半段呢 就是从西湾到北潭冲这一段 我都是沿着公路在走 今天的徒步 严格来说只是从东坝走到了西湾 但我现在全程肯定是超过15公里吧 最后这一段都是在跑步 在山上走的时候 一公里是将近20分钟 快的时候15分钟 现在这一段呢 一公里8分钟 我都是连走带跑 马上就到车站了 这个太爽了 毛毛雨下着也很舒服 我还是强烈推荐这个 麦里浩金 名字太拗口了 我觉得应该起一个中文名字 非常不错 霞湾 海滩 森林 还有小丘陵 而且路上的保障和路标都非常清晰 人也很多 这一路爬山的这个路上碰到的游人 好像是以内地人为主 而且好像女生比男生还多 风光是很不错的 空气也很好 我马上就到这个北潭冲的公交站了 在这里坐车往回走 啊 好 对 i by bwd6